歡迎收看全國第一名的節目 第一名的節目要預告性的內容 預告什麼就買什麼 這個叫百分之百實際上操作 如果你跟了老師 不是百分之百實際上的操作 你趕快換老師 你趕快換老師都來得及 都來得及 如果你看的老師 你現在在跟嘛 跟你的老師 但是你的老師講的股票 那都不是你的股票 那你跟沒有用啊 你跟都沒有用啊 投資朋友 你要跟的是實際上操作 預真已經講過 也只有實際上操作 你才可以賺得到大錢 不是嗎 歡迎收看股市將軍 台北股市今天又非常的戲劇 因為尤其是今天一大早起來 看到費城半導體跌了3% 哇塞 有沒有頭皮發麻的感覺 有 有看到費半大跌 來看一下費半 我們先來看一下費城半導體 投資朋友 如果當你看到費半 哇天啊 這先看一下加權指數 今天加權是 不錯 開平壓低收高 漲了264點 這是台北股市嘛 台北股市 我給你看一下費城半導體 費城半導體昨天呢 昨天是跌哪邊 跌到哪邊 跌了3% 跌3% 早上起來一定頭皮發麻 早上絕對是頭皮發麻 先賣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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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你賣到最低點 賣完之後開始狂奔大漲 漲了哪 漲了264點 漲了264點 這是台北股市 請問今天來台北股市怎麼看 我很少來解大盤 我很少解大盤 我們今天星期來講一下 講一下台北股市 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好像講過N百次了 看什麼 看新台幣的匯率 這我講很多次了 我先給投資朋友看一下 當初這邊是什麼 準備要升破 準備要升破29 你問一下 然後等到升破的同時 這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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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朋友來來看一下 來 你們有沒有感覺 在新台幣的匯率跟台北股市 這個圖幾乎是一模一樣 就看你會不會看 這邊都是29多 有沒有29多 29多嘛 那29升破呢 就是往28賣進嘛 對不對 往28賣進嘛 你自己看啦 這邊就是28嘛 都28多 282828 但投資朋友最近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最近都是從哪邊開始開 27多 也就是說 央行可能連28都不會守 但是因為我們是中華民國的分析師 是不能夠分析 新台幣的匯率 所以新台幣的匯率 那你就自己看 我只能跟你講說 新台幣的匯率的走勢 跟台北股市 你把這個圖 把它倒過來 倒過來就變這樣子 就變這樣子 來 再聽一次 這是新台幣的匯率 你只要把這一張圖 你把這一張圖印出來 你把這個圖印出來 你把這個圖印出來 把它反過來看 反過來看 那就是變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什麼時候會跌 台北股市很簡單 台北股市等新台幣 新台幣開始 不升了開始走扁 但是現在看起來 好像沒有這樣子的一種走勢 另外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台積電 我很少要解大盤 我今天心血來潮 就跟你解大盤 你看他台都在講什麼缺口 缺口有沒有 缺口那都三歲 三歲小朋友的節目 三歲小朋友的節目 那我也跟你講 這邊缺口這邊缺口 一定會補嗎 一定會補嗎 不一定嘛 那你們都是看日線的 這個日線的 這個台積電的走勢 我是看月線 我是看月線 那月線怎麼看 月線老師好像看不出來 老師月線的避雷針 避雷針 避雷針 這邊不是一堆避雷針 你怎麼解釋 你怎麼解釋 這邊不是一堆避雷針 台積電的走勢 來我用一條線 你一看就懂 三 這是月線 那月線用三的係數 代表什麼 我用一條線叫季線 季線 黃色這條是季線 來 什麼時候會有危機 你仔細看 台積電在走的同時 他只要沒有跌破季線 他都是什麼 貼著季線在走 他都是貼著季線 貼著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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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發現 在這種位置 這什麼位置 這是在去年的二月份 二月份 才正式跌破季線 所以三月大跌 來再看一次 我把它放大給你看 沿路過程都是沿著季線 沿著季線在走 對不對 但是去年的二月 他跌破季線 322 316 316跌破322 所以變成造成什麼 造成三月 三月大跌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三月的大跌 馬上四月份 馬上 這邊是收304 這邊是298 304是不是大於298 馬上站上季線 馬上站上季線 馬上馬上 有沒有 開始沿著季線操作 有沒有 連這種 連這種 連這種他還是有手 432 432還是大於430 對不對 沒有破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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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剛剛好 剛剛好 剛剛好 三月份 三月份 點到哪裡 點到就上 點到就上 台積電 我解完了 好 我的解盤模式 或許跟別人不一樣 但是我希望 我講的是你聽得懂的 我不會去跟你講 這個美國十年期的 什麼公債殖利率 公債殖利率 乾你屁事 你學那做什麼東西 你學那幹什麼 你又沒有要他買公債 你管他 你只要看好台積電 那就夠了 但我常講就是說 我這邊代會 我沒有再代台積電 我這邊是做標股的 我這邊是做標股的 當然 我的大型 我的大型的 一些推薦的股票 你都有看到 有目共睹 近期誰在推薦大同 那近期誰第一個推薦 精英 當時候精英跟大同 你一定是有這種感覺 什麼精英 什麼大同 慢慢看 那我是全市場第一個跟你講的 精英跟大同 那故事很長 很攏長 那你就慢慢看 你就慢慢看 你會越看越有趣 那精英跟大同 他們慢慢就會走那種 所謂的 不會漲停 它會漲不停 但是故事很多 故事很多 我慢慢會跟你做分享 大同我跟你分享很多故事 對不對 那其他像精英 精英有一些是不能講的 但我已經跟你分享了 精英跟未來的電動車的充電 有關係 尤其是快充 為什麼 同志們你們應該沒有開純電的電動車 那現在純電電動車的車主 唯一的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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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現在都看嘛 現在包括現在連那個路上那個多元 多元的有沒有 你可能叫車嘛 你叫個大哥 車來多元 什麼車 特斯拉 那電動車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可是充電站充電樁呢 沒有那麼多嘛對不對 那精英跟未來的電動車的充電樁 是有關係的 另外它還有另外一個體材 它有接到什麼單子 我的會員朋友很早就知道了 我說三月份會有什麼 什麼故事 驚人的故事 有沒有哪一個會員朋友不知道的 2月21 2月22 來來來看一下 我把郵標移到這邊來 我是朋友 這是當時的 驚人 驚人那時候還在27 8塊 會員朋友有沒有哪一個人沒有這一通口訊的 驚人的故事 慢慢看啦 他甚至還有 先不要講好了 先不要 我的會員朋友知道啦 我的會員朋友今天一定知道 會員朋友今天把你們的那個口訊拿出來 把你今天的口訊拿出來 驚人有什麼 非常驚人的故事 慢慢看啦 我都講在前頭的啦 那電動車 這都是可以先跟你分享的嘛 因為這 這能講的我們就會跟你講 但是有一些要保留 因為我還是要保留一些給我們的會員朋友嘛 對不對 總不能都 都講的那麼明明 那麼白 那麼直白 當然聰明的你一定是 你一定要跟上腳步啦 你要同步啦 你要同步啦 就是我最新送你的這個第六次的 第六次的腰股 因為我說過一萬六千點 一萬六千點 正常的股票是不會漲的 正常的 正常的 因為正常的股票 去年已經噴了怎麼打得上去啦 你聽我的意思嗎 正常的股票去年不曉得噴飛到哪裡去了 如果你用去年的觀念 所挑選的那些正常的股票 今年或許不會漲 答案很簡單 答案非常非常的簡單 因為去年大漲過了 那今年很多股票啊 我保證絕對讓你再度跌破眼鏡 為什麼 因為你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Story啊 你不知道整個故事嘛 所以我送你第六次的腰股 來看一下喔 有來登記的 我跟你講 這是爽翻天啊 有來登記有來拿的 就是爽翻天啊 因為十檔 十檔裡面 我包括連昨天我都還不小心 我昨天還不小心跟你講的第三檔 第三檔有沒有 第三檔 第三檔 我們來看一下第三檔 我昨天有沒有跟你講四五七一 我這十檔昨天有沒有先跟你講 你要特別留意 而且我都公開跟你講號碼的四五七一 那你相信我的 來看一下喔 來 不用謝我啦 你不用謝我 你真的不用謝我 因為開盤是開163 開盤開163 你有看到吧163 你不用買到最低啦 你不用買到最低 你買163啦 你不用買159啦 你不用買159 你就買163 因為163漲停板是179 你有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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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氣勢 老師這高評 老師 老師的氣勢 來來給你看一下 給你看一下 什麼叫搖鼓 但但我還是覺得聰明的人是可以跟政軍一起同步啦 聰明的你可以跟政軍一起同步 你看漲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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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1.1 1.1 好 我們今天來講一下 因為最近漲的標股都有一個共同的特性 就是公告1月份的財報都是非常的亮眼 包括4961的天譽 包括5223的安利 安利 安利誰 誰 誰 誰第一個全市場推薦安利的 怎麼樣 臭屁嘛 對不對 一個多月前跟你講的案例你相信嗎 懷疑嘛 懷疑嘛 對不對 那你今天看到案例公告的財報咧 來來來看一下案例的財報 我都覺得你們真的要稍微調整一下方向 因為案例 案例的做法 我盡量建議你們是買黑啦 或平盤附近買 不要追漲停牌 追漲一定是被修理的 昨天120 灌到104 那你今天114買的又被灌到104 因為你們不知道人家股性 你懂我的意思嗎 股票它的股性 有些股票必須是要去追的 有些股票 你要追 你不追就沒有嘛 你不追你就一定買不到 這就買不到 你還掛跌停牌買進 你是要買就跪了嗎 股性不同嘛 那這種股票不能追啦 這種股票就是買黑的 買黑的或買平盤 拉上去 拉上去那你 你就可以懂得買要懂得賣 這種股票很好做 很好做 可是當初政軍在六字頭七字頭推薦 你看這種位置我講幾次量價不會同時到頂 你聽我說幾次啦 你這裡都沒信耶 你這裡沒信 你會這裡買百里 我也覺得很好奇耶 你這邊會相信他元月份 一月一月 一月可以賺0.84嗎 你相信嗎 你相信這邊 如果跟你講說一月可以賺 單月可以賺0.84 你相信嗎 你不相信啦 你怎麼會相信 你相信才有鬼咧 那你覺得我知不知道 你覺得我知不知道 你覺得我知不知道 但是我昨天最起碼我很厚道嘛 我有跟你講這一檔嘛 我說這個單月是1.1嘛 單月是1.1啊 那4961的天域有沒有 一月份賺多少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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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朋友 那這些其實 資訊不難啦 不難 真的不難 真的不難 投資朋友 但是 這不用 但你要追你自己要負責 因為這 這我 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解你知道嗎 我沒有辦法解 這三十六四十幾 你不要 你問我說這邊可不可以買 我沒辦法回答你啦 我只能跟你講說 標股他有同樣的特性 就是他剛剛公告 剛剛公告嘛 那你們就會想說 因為這是什麼 這是散熱對不對 那他一月是不是賺0.84 那你可以看一下別的散熱嘛 這個也是散熱啊 這個目前78塊 要月 要月78塊 你仔細看喔 要月78塊 那你知道他一月份賺多少錢嗎 公告了嘛 公告了嘛 一塊嘛 再看一次 來來再看一次 78塊 78塊的要月 他已經公告 已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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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公告了嘛 而且他一月份跟去年同期去做對比 成長了幾倍 成長了49倍 安利呢 安利呢 安利成長了20倍 但是目前來講 以目前獲利來看的話 要月賺的比 安利多 那安利100多嘛 已經100多了 那你當然 你當然可以留意低階嘛 你可以留意低階嘛 這樣你懂了沒 這樣懂了嗎 好 好 如果你都懂 那你很容易賺錢啊 我們這裡面還有一檔散熱的喔 第四檔 你們明天可以留意一下第四檔 因為第四檔 你看一下 不要說我糟糕 回去留意一下 自己有這一張自己拿出來對 第四檔散熱 什麼散熱電源供應器跟電競的記憶體 而且這股票108年才賺0.86 去年的前三季已經2塊3了耶 加上第三季是3塊多 但是今年是4塊錢到5塊錢起跳的 也是散熱 也是散熱 第四檔你就留意一下 因為我昨天有跟你講說 第八檔嘛 第八檔你要留意一下 我說什麼 大家都在追追追追追 追車用的晶片 那大家追車用的晶片 好 那我就推車用的塑料 好 哪一檔 自己拿出來核對一下吧 拿出來核對一下 那為什麼我會推這檔股票 來給你看一下 第八檔 就是這檔股票 來看一下 這檔股票你沒聽過啦 我跟你講喔 15就是你沒聽過啦 他叫6151的淨倫 然後是淨倫 沒聽過的沒聽過 沒聽過的沒聽過 來先讓你看一下 這財報 但是財報 我覺得這公司很有趣 他公告財報 他不告訴你他賺多少錢 但是他已經公告囉 他已經公告囉 他已經跟你講 他去年獲利1.15億 那一月呢 一月 投資長 一月單月 淨利是1776萬 我先回答你這件事情 我先回答你這件事情 叫去年 去年1.15億 那請問股本幾億 股本5.5億 對不對 代表他去年已經公告 但是他沒有算給你看 因為他很低調 他超低調的 你用1.15去除上5.5億 代表他去年109年是賺2塊錢 賺2塊錢 但是呢 但是呢 因為一月他已經公告他的淨利 淨利多少 1776萬 代表一月 光一月就賺了0.3多 0.3多 一個月可以賺0.3多 0.33左右 那今年大概可以賺3塊半 到4塊錢 那可以賺3塊半到4塊錢 我再問你一次 可以賺3塊半到4塊錢 可以賺3塊半到4塊錢 如果他第一季 又挑戰1塊錢 投資朋友 親愛的投資朋友 如果今年的第一季 直接可以挑戰1塊錢 因為一月已經公告了嘛 賺0.33多 那二三月會更高 為什麼 為什麼 好 他是做什麼的 他是做什麼 我都跟你講過了嘛 他是做 汽車的塑料 你只要看到車子裡面的塑料 你就要想到6151的淨輪 同時他也是影像感測器 有沒有人沒有聽過影像感測器啊 你就不要再叫我什麼解釋 什麼叫影像感測器 自己去谷歌一下 他也是影像感測器的塑料 他也是連接器 投資朋友連接器你們都知道嘛 連接器是不是狂奔大標 那連接器的塑料是誰做的 投資朋友 連接器的塑料也是6151的淨輪做的 這些你知道嗎 你怎麼會知道啊 你一定要看到 老師好飄啊 你才會知道 就跟當時候的安利啊 安利你怎麼會知道啊 安利你還問我是不是直銷的 老師我媽媽都買安利的產品 是不是直銷的 銷死我了 那是笑死我了 沒關係啦 那我都講在前頭的嘛 我都先跟你講在前頭的嘛 因為真君是有憑有據嘛 有憑有據嘛 我看好什麼都先寫出來嘛 二二八三天連假你在玩 你在到處吃吃喝喝走走 我三天都沒睡覺耶 投資朋友 那沒關係嘛 因為我喜歡找股票嘛 那為什麼要找股票 希望你賺錢嘛 希望你賺錢 希望你 但是我講過了嘛 那聰明的投資朋友 兩種選擇 一種拿到 嗯拿到 拿到就是什麼 拿到自己射飛鏢嘛 我看你自己喜歡哪一支嘛 畢竟兩千檔股票 都幫你濃縮成只有十檔的嘛 但是聰明的 你可以跟真君同步 同步就是你拿到之後 拿到之後 可以跟真君一起同步 叫起步驟 起步驟 看你嘛 就看你 看你的選擇嘛 對不對 那當然我在預告的時候 希望你要來 那包括昨天跟你遇到這檔股票 這個股票你要留意一下 因為這跟 這跟大同是很像 我相信你也猜得到啦 我相信你也猜得到啦 這是 日線 我讓你看一下月線 那你已經有看到 後疫情潛在獲利 讓你看一下月線 這是日線 這是他的月線 你們可不可以幫我找一檔股票 月線的角度 連續九個月買超 外資喔 買買買買 而且是過去這一年當中 連漲都沒漲過的股票 那請問潛在獲利是一個股本 兩個股本還是三個股本 我先講的內容 絕對領先市場一個月 一個月 你不相信你就把我今天這個拍照拍下來 拍照 後疫情 拍照給我拍下來 去年都沒有漲過的股票 但是外資他連續買超九個月 請問潛在獲利是一個股本 兩個股本 還是三個股本 你看到還是一樣啦 傻嫩嫩的 這什麼 我怎麼股個都股不到 就像當初的安利 你怎麼股都股不到 他一月可以賺0.84 不用股啦 你怎麼股都股 股不到我在講的內容啦 那聰明的很簡單 只要去按個讚 LINE TG登記 這個 還有這個 這個我即將就要結束了 這第六次送給你的 這個即將要結束了 這個今天帶回去 還有這一檔 通通帶回去 就這麼簡單 中場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週一至週五 晚間八點到十點 股市現場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非凡商業台 台灣第一個財經電視台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非凡商業台 財經第一台 周一至週五 上午9點到下午1點半 非凡搶先報 鎖定非凡商業台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雖然可以 雖然可以 地鐵 手掌握未來 幾乎 天下午 走 既然不是 那時 有些 雖然 来看一下电脑 帮各位追踪一下 那也帮你分享一些新的股票 像广宇 广宇今天整理完 整理完突破对不对 那另外红准可以留意一下 2354的红准 包括3437的融创 可以留意一下 好 那都没有赚到大钱的 麻烦你来 看完节目 看完节目麻烦你按个赞 TG赖登记 这档股票跟你做分享 另外这十档腰股 你都还没有来拿的 麻烦你 麻烦你赶快赶快 因为即将这一张就即将结案 三月的腰股 直接来电就有 很简单 怎么样可以拿到 还是一样 老规矩 老动作吧 电话拨通就对了 感谢你的收看 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先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